全台文旦幼产区今年是受到大陆禁止进口 以及天后产销短路的影响之下 今年是堪称是遇到了农产的损失 那么瑞穗香农会在中央农委会的协助之下 截后的今天正式展开大果收购加工作业 也请农民依照登记的规定来多加配合 全台文旦幼农碰上产销艰困之年 买气价格低迷 甚至还有部分的文旦幼没采收 为了降低农民的农产损失 瑞穗香农会在农委会的计划协助下 截后正式展开文旦幼大果收购加工作业 我们今年的文旦幼由于受到节期的影响 销售时间比较短 再加上有干旱的因素 所以造成有一些农友并没有办法在时间内来做一个采收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级政府的一个协助 包括我们花莲县政府农委会等等 那协助我们农会来帮助农友 收集这些文旦幼来做一些加工 从节前就先受领农民登记至今 盖估有将近300万斤的数量 为了让收购加工作业顺利进行 农会总干师黄胜黄也呼吁农民 配合收购国品的规定来进行 我们大果收购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排定了这个收购的时程 那我们会请我们农会的同仁 主意的来通知我们的所有的农友 那我们也希望农友能够配合我们收购的一个时间 那把这个大果缴到农会来做一个加工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也希望说农友这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有塞伤的或者是果实已经烂掉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不符合我们的一个规定 那就请农友自行处理 那不要再交到农会了 花莲文旦幼种植面积约1000公顷 年平均产量多达1.6万公顿 占全台种植面积的四分之一 农委会指出今年全台会有超过3000公顿以上的收购量 其中花莲也将会有1100公顿的文旦大果收购加工 提升文旦幼产值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农民的农产损失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